新闻事实报为您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在周五下午三点左右发推写道 在过去的两天里 美国和中国就两国的贸易关系现状 进行了坦诚和有建设性的对话 习主席和我本人之间的关系仍然非常囊固 谈话在未来还会继续 同时美国对中国征收了关税 这些关税可能会实行也可能被取消 这取决于未来的粗伤如何 而根据彭博记者的报道 中方代表团已经在赶往机场了 白宫的声明也很快会出来 在莱特希泽和姆鲁钦从白宫离开之后 莱特希泽一个人又从贸易代表办公室再一次回到了白宫 截至下午2点27分他还在白宫里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新闻时日报 明镜电视会持续为您关注中美贸易谈判的进展 明镜电视会持续为您关注